眼见着美丽的秋天已经过去 广大机友会不会像我一样有丝丝的悲凉呢 虽然天气很冷了 可我还是喜欢北京挂大风 因为那样就会有蓝天白云 好了,回归正题 六十七问题比较多 小云跟大家说声抱歉 双十一期间 我们的程序员们都在辛苦的加班 除了收复中央的bug 本期还增加了不少功能呢 首先是黄叶入口情质 在短信页面诱滑即可进入 使用更快捷 贴心智能化的快捷服务 包括花费充值、查快递、打车、挂号、电影票 让你无需安装电三方应用 即可快速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此外新增求职、租房和家镇模块 满足多样化需求 点击附近 还可以根据当前位置显示附近的黄叶信息 此外增加本地黄叶 不用互联网就可以轻松查找啦 如果你的手机里装了好几个浏览器 看网易的时候会不会纠结 因为不确定用哪个 也不确定用一次还是绑定默认 现在可以在设置的应用设置里面 统一绑定咯 如果有变化 就可以修改绑定 这样就不用纠结啦 本次百度云OS 还在C8813等单卡机型上 推出了省情电话功能 费率低至7分前每分钟 不管手机还是固化 试画长途随便打 此外省情电话不同于一般的网络电话 它在不耗费流量的同时 还可以保证电话音质 听完这些 你是不是心动了呢 快来刷机体验吧 具体支持的机型 可以在官网和论坛查询 其他机型吗 敬请期待吧 虽然省钱电话受机型限制 下面这两个还是很通用的 如果你想把喜欢的图片作为壁纸 就会再也不用受限于 横屏滚动方式 而是可以选择竖屏方式 按照竖屏的比例 精准地选择希望显示的区域 这样手机壁纸就不会左右滚动哦 业力主界面兴趣中心 展现形式一分为二 请听你关注界面 关注和管理兴趣模块 只需轻轻一点 选择其他日子 就可以去户外拍照啦 说到户外拍照 我常常会遇到 在室外打开相机时 因为光线太强 看不清拍照界面的问题 现在好了 在亮度自动调节流视下 进入相机后 就会自动增加屏幕亮度 到最高值 最初后恢复默认亮度 这样就可以避免拍照屏幕 不暗的问题了 这期更新内容就是这些啦 打度云OS的用心制作 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